你說你買衣裁用,要什麼? 這黃藝用品 沒有啦,你黃藝用品怎麼買到30萬 我就是買... 不是不是,你這樣不對喔 來來來,借來 你說這是你孫子 對啦,他說領現金就好了 不是不是,待會兒來,借來,你是不是 你一定是要防疫,防疫 我不是說他要跟我這樣說 我孫子就說要先幫我借,要跟我借三十 那為什麼推到這個人 他就說他跟他滿後款要付後款 他先給我周轉三十,要先付後款 你該把他剪定去,要他別弄這個人 他就是這樣子講 三十八米三十公耶 他本來要跟我借一百元 要收費,哪有那麼多錢 一百萬買口罩,要去吃南丸嗎 本來有那麼多錢,我奔我退休 你都幫他收費,口罩為什麼要這麼多錢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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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問題 沒有,你真的暖去,我去 先生,女生什麼 我先生,翁 翁喔 翁,翁,翁,翁 翁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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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翁 翁,翁,翁,翁 翁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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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翁 但身上又沒有這麼多錢 在討價還價之後 婦人答應借30萬元給子智 我們一聽到用30萬元買口罩 這理由不太符合常理 而後又發現婦人要匯款的對象 根本就不是子智本人 而婦人只憑子智人一通電話 就跑來銀行匯款了 我們一方面拖延婦人匯款的時間 一方面想辦法聯繫到子智本人 真正的子智表示 根本就沒有向婦人借錢 婦人才恍然大悟 這是一場騙子 十分感謝我們與台銀分援 幫他守住這30萬元的退休機 詐騙集團以猜猜我是誰的方式 為裝成親同好友 以臨時缺錢急用 來騙取民眾的匯款 請民眾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以免不受騙上當